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与相公的相处对于她来说毕竟是很奇怪的事情 若放在千年之后 类似的事情大概得叫做谈恋爱 但在这时谁家的姑娘能有这样的机会 她身在其中也是好奇忐忑 无法归类到哪种心情里 道德前次病倒 才有了说出原房那话语的机会 只是死后卧床 卧床过后又一直处理着这些事情 要稳住目前的姑娘 她也实在是很忙的 也只得等到朱氏定家之后再好好地安排这件事了 道德此时她对这事已经看得重了 不愿意如同任命一般的马马虎虎地就做 总之得有个象征意义 又不想让外人知道她与夫君到此时才同房 这样或许大家又会说夫君的闲话 总之也是蛮苦恼的 时间也快差不多了 这天晚上与表姐睡在一起 她拉了拉苏丹红的衣袖小声问道 红姐 你说夫妻之间住在一起的时候 到底是怎么弄的 绕是她平素在商场强势 这时候的声音也是细弱文盈 在苏丹红此时的心情下听来 其中似乎也有些萧索的味道 你 你干嘛这个时候问这个 那个 成亲的时候 我跑掉了 我没有听 听娘和那些大婶夫这个 这事情终究不好去问缠儿娟儿他们 苏丹红的心中一时间有些伤感 又想起父亲和习军玉他们说的那些话 表妹一向性子刚强 但这次真的是形势比人强了 表妹估计也是想要在这之后摆脱了这个女强人的身份 安安分分地任命 做个归家娘了吧 偏巧这事情 她那相公还得负些责任 往后过起来怕也是心情不太好的 于是此后的几天里 她对宁毅的观感一直没有改善过 每次看见宁毅都有些不冷不热 不过她不冷不热 宁毅也就对她不冷不热 这方面分不出什么高下来 而苏丹红每次看见宁毅与谭儿走在一起 想起谭儿要认命 都有一种鲜花插在牛粪上 好白菜快要被猪拱掉了的感叹 仿佛宁毅变成了一只猪 正在朝着谭儿这颗白菜拱啊拱啊 拱啊拱啊的 她自然不知道 谭儿这颗大白菜眼下想的 是往身上绑条红绸巾 让这个拱倒的过程更有意义一点 并没有想象中的惬意和逆来顺受 也只有在此时住到了苏家之中 才能具体的体验到眼下苏家大房所受到的那股压力 宗族大会一天天的倒计时 二房三房开心的到处活动着 一切都以底定 大房原本就势单力孤 这时候更是显得众叛亲离的厉害 任何人看过来的眼神似乎都在说 过几天你们就要失事了 偏偏他自己都得认同这样的看法 苏仲涵 苏云芳 喜安之 于大县 一个两个都在以胜利者的姿态高谈轮廓 在这样的情况下 苏塔尔每天早出晚归 疲累是看得出来的 至于偶尔的阳光和开心 看来就像是确定了什么都挽不回之后的任命 与回光返照 他心中心疼 这样的情况下 整日里看来悠闲无事的宁怡 显得更加碍眼 有时候也忍不住冷嘲热讽几句 宁怡就毫无惭愧之色地 奇怪地看着他 有一次苏丹红讽刺他 他忽然开口 我刚才在想啊 什么 表直的名字 为什么不叫苏化记 苏丹红愣了扮上 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这个 我夫家又不姓苏 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对吗 我觉得不错啊 你喜欢的话 跟塔尔的长子可以叫这个 宁怡首次被打击到 叹口气灰溜溜地跑掉了 苏丹红想了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事实上宁怡之前就有开玩笑地想过 反正他是入赘的 可以考虑女儿叫苏丹红 儿子叫苏化记 这一次算是苏丹红太过无聊 于是他顺口讽刺一句 这讽刺得太随意 说完之后才反映过来 对方的丈夫可不是入赘的 苏丹红歪打正着 宁怡被自己的调侃攻击到 一时间有些沮丧 五天 四天 三天 两天 时间在苏家这样的气氛里 就这样一天天地去往宗族大会召开的日子 这一天是农历的十月二十四 距离乌家的灿金锦 第一批交货的期限 还有一天的时间 清晨起来 有很好的晨光 雾气弥漫在这片乳白的光芒里 在苏家这天早晨的气氛 极不寻常 犹如新生一般的感觉洋溢在这片宅邸当中 转折 希望 许许多多的人似乎连推开门的感觉都有些不同 苏云芳打开房门时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在他隔壁的院子里 名叫于大县的掌柜朝东方投过去了目光 苏仲刊从凌晨开始便在院子里坐着了 看着雾气的飘移 看着晨光的升起 西安之从院门外走过朝他拱了拱手 二爷 早上好 今天会有一场战争 他们已经赢定了的战争 或者说 今天晚上 他们要对一件事情得意的确认收割果实 而在苏家以外 有许许多多的人正在暗暗地注视着这边的情况 薛府几个兄弟在清晨间碰了头 薛妍正在屋檐下朝这个方向望过来 与众人笑了笑 拍拍弟弟的肩膀 今天晚上我坐东 去世子街那边新开的一家月香楼吃饭 世子街与苏府所在的地方不远 苏家的事今晚要有结果了 类似的对话 在不少经营布行的家庭当中也都在发生着 宁毅不在苏家的宅子里 他维持着沉断的习惯 奔跑在那片雾气中 眼下已经离开苏府好远了 方才就已经经过了河边的那栋小楼 与门前美丽闲静的女子打了个招呼 他还得跑上一阵 折回之后才会在小楼里坐坐 对他来说今天没有什么不同 今天会很忙吧 不久进到那栋小楼之中 女子笑着为他端上了茶水 李恒家中开大会呢 哦 宗族大会我入赘的 不能参加 宁毅恬不知耻地说着这话 所以跟我没关系 那帮傻瓜要开会 他不用参加 真开心 这几天的时间里 对苏崇华来说 偶尔会有些奇怪的情绪 略过脑海 具体理由为何 连他自己都有些说不太清楚 一直以来 由于老太公的重视 苏崇华在苏家的地位一直不低 而由于玉山书院的真正管理者 便是苏仲勘 好几年的时间里 他也算得上苏家二房的重要参与者 最近一段时间 二房三房联手 对大房动手 准备将这在苏家之中 人精单薄 却看起来最有威胁力的意志 先排除掉 他也参与其中 偶尔在各种聚会上 说说眼下苏家二房的局势 虽然外患未除 但至少内忧烧定 在争夺苏家真正管理权的道路上 已经往前走了一大步 对此大家的情绪都是相当开心的 今天算是一个大日子 从早晨起来 他心中便明白这样的事情 大家的情绪也都有些不一样 清晨的时候 在附近的院子里 遇上苏仲刊 遇上其余一些亲近二房的掌柜与管事 大家都是言笑艳艳 他倒也是明白 今晚的事情已然定下了 苏坦儿为了准备皇商的事情 花了太多的钱 却没有带来任何的收益 眼下也导致了外面那帮商家 开始对苏家不信任 这些事情 今天晚上便都可以拿出来说了 苏家之中许多人在一同发力 一些原本就不赞同女子长家 或者原本对此就有些动摇的长辈们 也开始站在二房三房这边 即使是一项强势的森堂书 这时候也是有些无能为力的 可是就在这个二房众人心中都洋溢着期待的时候 那种情绪偶尔还是会不动出来 特别是在这几天偶尔从侧面看见娘艺那幽邪 帅艺的身影时 心中总会有些节外生枝的想法 定风波 她偶尔想起的便是前几天看见的这首词 那首词是真的好 苏重华终究还是有些真材实料的 在江宁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文人 写诗写词这么多年 能够让她一见便觉得震撼的诗词作品 自然不多 偏巧宁艺之前的两首都是如此 卓九与裴迪自然不算 眼下看到的这首定风波也是 当然若只是单独的去看 她会觉得这首词只是文人的自我安慰 自我陶醉 明明是败得一塌糊涂了 偏偏还要把自己写得仿佛圣证 这诗词还藏着掖着 不敢拿出来就是明证 但每次真的看见宁艺在结合这词作 或者是看见其他人写的一些诗词之后 那感觉就总会有些不同 苏重华此时便在私塾 客室的一边若有所思地看着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141章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去58雅居 后期制作 去58以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